这家常的鲤鱼也能做成一道大菜 不单味道出众 还能让您大显身手 鱼身上一共有三处腥毒 第一处就是黑膜 第二处贴骨血 贴骨血一定要处理得干干净净 还有一个表面的这层粘液 我们叫做氧化三甲胺 用刀轻轻一刮 这层粘液一定要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 这是腥味的来源 咱们的鱼进行一个改刀处理 鱼中间的部分下刀 一刀把它断开 隔上一公分的距离 再给它断开 每个刀口我们间距是一公分 这大葱在这道菜里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大葱下锅之前 咱们要有一个特出的处理方法 水开加入一勺的盐 大葱下锅 既可以去除辛辣味道 同时我们保证在炸葱的时候 让它的颜色上得是非常均匀一致 而且炸完的葱不脱节 锅中来点油 凉油状态下入大葱 完全炸到这种金黄色的时候 比出来继续葱油打底 加入五花肉 鱼肉当中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 所以咱们要给它补充一些动物性的油脂 这样吃起来味道才会更香 加入干辣椒 花椒 葱椒 大火爆香 烫入黄豆酱油 生抽 比例1比2 再加入一罐提酒 凉水 处理好的鱼下锅 香菜根 加上一些胡椒粉 糖和醋 我们要分三次加入 第一次加入糖的目的 达到一个去腥的效果 两勺 第一次加醋的目的 同样去腥的效果 鱼不要别忘了放进去 再加上一点蚝油 耐心等待 15分钟 时间到了 鱼已经完全听话了 这样我们就小锅炖大鱼的效果就出来了 那现在的鱼呢 达到了一个6分熟的一个状态 第二次加入糖和醋的目的 是为了入味 同样 加上两勺的白糖 米醋和第一次加的量 是同等的量 盐 4克 继续加锅盖 耐心等待10分钟 时间到 汤汁变得更加浓稠 由于鱼比较大 所以呢 这会儿我们要用这汤汁 淋一下 方便它均匀入味 第三次调味 我们加入糖的目的 是可以让汤汁更加浓稠 一勺的白糖 第三次加入醋的目的 皮箱 转大火 收汁阶段 把炸好的葱一起下来 包住 让它出现这种浓郁的金葱味道 蒙火收汁5分钟 时间到 关火 咱们起锅咯